來看一下 那第三題基本上也不會太困難 為什麼?因為第一個 就是線段,如果你剛才會畫線的話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從這邊畫到這邊,123嘛 那再往垂直方向,畫個93 一定要是垂直的 然後折過來多少?折過來69 61.9 再來就是在這邊的話 46.9 那可是問題,這兩條線 他這個地方問號不知道 這個問號不知道 只知道說這邊有一個 兩個之間的焦點 會是 一個中心點,然後這邊有個R 半徑為20 畫完就是畫一個圓嘛,所以最後應該會有畫一個圓 然後呢 你就把這個圓的這個段刪掉 這邊刪掉 刪掉 這個圖形就做出來了 OK 所以我們就是 把這個地方稍微 畫一下好了,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底下的話 往這個方向 1,2是方向 1,2,3,對不對 然後空白一鍵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是在 線 從這一點往上多少 垂直 93 93 Enter 然後再折過來多少 折過來 60 點9 Enter 好,這樣就畫 可是再來就不知道了 然後所以這邊還有一個高出來 所以畫線,然後從這邊 高度多少 46.9 OK 46.9 那再來 因為這邊到這邊 我不知道 那怎麼接 特別注意 這個是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2008以後的版本就有 就是說 它有個 所謂的鎖點 追蹤 比如說我今天從這一點出來 可是我要的是怎麼樣 這邊 然後可是呢 它會跟這一點 怎麼樣呢 垂直 所以你可以利用有沒有發現 這樣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兩條虛線 這個時候表示說你已經追蹤到了 你就直接點下去之後 再點上面 你會發現 就畫出來了 完全不需要畫任何輔助線 這就是所謂的追蹤的技巧 那如果你 你不會的話 你就變成你要怎麼做呢 好吧 你就變成 沒關係啊 你就想說 老師那我麻煩一點 以前的人沒有這種追蹤的 先畫一條 這邊 然後呢 再畫一條什麼 再畫一條線 不也可以嗎 然後怎麼樣呢 再把它修剪 空白一件 然後 降別也可以 可是哪個比較快 當然第一種比較快啊 就是直接追蹤 所以兩個方法 我想我都試試給各位看 突出來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復原就Ctrl自己 Ctrl自己把它復原 然後我再畫一次 追蹤的方式的話 比較簡單 追蹤的方式的話呢 第一個先點一下線對不對 然後從這邊 點端點對不對 移過來之後呢 不過這個 真的不太好追蹤 你要知道 第一個要先看到水平線 看到水平的對不對 然後呢 請你再往垂直方向 跑過去 碰到這個端點之後有沒有 然後手一定要抓穩 你不要亂跑 你要往正方向往下 這時候有沒有 垂直的線出來對不對 再往下 然後看到水平的線出來 有沒有 表示你已經 追蹤到 你要的這個點 這個時候你怎麼 再把它點一下 不需要 給他 這個這個多少的 數字 尺寸 點一下 然後再往上 再點到端點 點一下 就OK了 這樣你就不用 劃兩條線再三了 直接一氣呵成 這個就是追蹤 這是 所謂的那個 物件追蹤的 方式 稍微有點困難一點 那最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圓 這個圓多少 20 Enter 那最後怎麼樣呢 修剪 空白鍵 把它吃掉這裡 這邊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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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一體 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最後 還要做一些簡單的標注 我想 這個標注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這邊會有一個虛線 我想這虛線的話 你暫時可以不用畫沒關係 就是 把這些該標的標一下就好了 OK 第三體 第三體部分的話 最後你們就把那個標注也是要標一下 把這個簡單的標一下 就是 大概 尺寸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裡面會用到 反正就是 垂直跟水平一定標注的話一定是什麼 線性 然後 半徑的話 就是你就標一個這邊有個半徑 這邊就可以顯示出來 這一題就完成了 第三題 好 好